近三年来,边警局一共收到200多项关于假结婚案的线索,展开了39宗正式调查,其中有7宗提出指控,3宗已经定罪,还有17宗仍然未结案。 边警局表示,假结婚有两种可能性,一是外国人欺骗加拿大的担保人,利用婚姻关系入境。 通常这种个案由移民及难民局处理,有时凡事的一方要被递界出境。 第二种是双方互相认识,故意假结婚,是属于有组织的刑事诈骗案。 在调查的同时,联邦保守党政府也在考虑修改移民法, 规定来到加拿大和伴侣团聚的人,必须和担保人维持两年或更长的关系,才可以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。